原标题 司马懿那么厉害 在攻击上比诸葛亮更牛 为何后世却备受唾骂 从古代历史来看 诸葛亮以其多志而备受推崇 几乎神话 到现在都是古代智者的最高境界 但是其实在三国时代 司马懿并不比诸葛亮差 甚至在攻击上比诸葛亮更牛 但是为何后世却被受唾骂呢 真实原因有三点 司马懿是三国时代 唯一能跟诸葛亮打平手的人物 其才华出众 而且也是能掐会算 最重要的是司马懿最终夺得政权 统一了天下 后世晋朝更是存在了二百多年时间 比诸葛亮拼安逸于那世强太多了 而且司马懿活了七十多岁 这一点也比诸葛点强 是三国真正笑到最后的人 从理论上来说 司马懿更加能够体现人生智慧 和事业成功 国家一统思想的 但是 司马懿在后世的名声 却主要是负面 而且甚至是拓纳的程度 跟诸葛亮的评价 那是截然相反的 这到底是为何 其实主要是三点原因 第一 五胡之乱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 几乎每个王朝那都是非常强盛 让周围列国屈服的 天朝上活几千年 所以古代最强盛的唐朝 明朝 汉朝评价都很高 但是 晋朝恰恰是中国古代最弱的王朝 尤其是五胡乱华 使得中华古代面临王国灭政的危险 使得中华前所未有的浩劫 这一点在古代历史中视为耻辱 而这一切都是司马懿造成的 如果司马懿不夺取曹家江山就不会如此 所以基于这一点 甚至古代都不愿承认晋朝是正宠 而宁愿将偏安易于的蜀汉看作正统 这就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罪恶 第二 司马懿人太邪恶 从古代历史来看 那是有坚持的一套价值观的 那就是忠诚 这个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价值观的基础 而诸葛亮为何被推崇 就是因为奇迹非常聪明 至多如妖 而且还非常忠诚 这一点难能可贵 但是司马懿却是古代 最大的阴谋家折服七十年 最终被主 自己做了天下 这个跟诸葛亮再断为何层次上 那是天壤之别的 如果推崇司马懿 那岂不是要宣扬谋反 宣扬不忠诚了 因此 只能是唾骂 只能是贬低 没有其他的说法 第三 后世推崇汉代 在古代历史中 汉代那是一个最辉煌的时代 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时代 而且汉代存在了四百年时间 因此 后世王朝基本上都非常推崇汉代 而对背逆汉代的基本上都是贬低 最典型曹操后代建立的曹魏 在古代历史中也不被当作正统 这就可以看出 更加背叛的司马懿 更加不可能成为正统 而且司马懿这个人太狠毒 夺权之后 几乎杀光了曹操的后代 而且但凡是反对 他的基本上都给杀了 这一点后世也不喜欢 所以 司马懿后世被不断的批评 不断的唾骂 这是有原因的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 精彩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3 5 4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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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感谢观看